上届日本東京奧運新增滑板比賽後,各界對踩板的關注度大增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上星期去到觀塘海濱公園首設試踩滑板 並在昨天在網誌上載他和滑板精英運動員陸俊賢踩滑板的短片 陳茂波認為滑板、街舞、運動攀爬等身輕運動可以讓市民鍛鍊體能、挑戰自我和展現個性 亦能夠為市民和社區剃造更緊密的連結 修補現代城市忙碌生活中人際的疏離感 陳茂波提到財政預算案已經預留資源 研究改建佐敦觀衝市政大廈部分未善用的樓層 提供適合滑板和攀登等城市運動的室內場地 同時考慮提升鄰近九龍坐至五世紀念公園中的籃球場 成為城市運動體育中心 預計在年內完成檢討並且按程序諮詢 康民署亦有不少城市運動的相關場地 包括14個室內和戶外運動攀登設施 8個滑板牆、5個極限運動牆 以及超過120個五人足球場 政府亦計劃改善現有場地設施 提供泡石牆和滑板設施 以推廣相關城市運動的項目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